公元617年5月初的一天深夜 一场秘密会议 李渊所主持的这次会议 将决定他的家族 以及华夏大帝 未来三百年的命运 隋朝末年扬帝无道 天下大乱 四方群雄并起 隋王朝的衰败已是定局 七岁就继承父业 当上唐国公的李渊 走到了自己人生 最关键的一个十字路口 是死守陈杰 誓死维护大隋设计 还是顺应天下大势 起兵返随 刚果知天命之能的李渊 必须做出抉择 在这次会议上 李渊18岁的儿子李世民 成为了立足起兵的 头号倡议者 李渊18岁的儿子李渊 两个刚刚说都讲了 这个激阳警警主要是李世民在这儿操作 李世民怎么操作的呢 李世民他主要是跟一个叫刘文静的一个人在操作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去跟那个裴继 就是他爸爸的好哥们 当时的激阳攻坚 向刘文静他去赌钱 赌钱赌输了 在劝说裴继 让裴继再去劝李渊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呢 做得更损 说让裴继给李渊提供了好多美女 其实这些美女呢 都是金阳攻的宫女 本来应该是给隋阳帝准备的 那你李渊这个就是犯了欺君大罪了 逼他起兵 这样几件事呢 凑到一块就给人一种印象 说李世民才是操盘手 李渊呢 是在儿子的这个逼迫之下 不得不起兵的 新旧唐书对李渊性格的评价是 任性真帅宽人荣重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指的任性 意思是听凭秉性形式 率真而不作作 当时聚集在太原附近的各方豪杰 都认为李渊由霸王之道 称他为命世之才与波乱之王 但奇怪的是 同样是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 苏有大志的李渊 在决定起兵返随的最后关头 却表现得优柔寡断 无所作为 公元617年5月的那天深夜 任性真帅的李渊 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跟他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 李渊虽然这个时候 已经是三品高官 又是这个一等绝 但是实际上他早年 有很多的不幸之事 比如说他很早他母亲就去世了 那就是几岁以前就去世了 至少他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 也去世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七岁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儿 因为他姨是独孤皇后 所以他也经常被他姨接到宫里面去生活 他跟隋阳帝 是从小在一块玩的 双方关系很亲密 隋阳帝比李渊小两岁 身为隋阳帝的童年玩伴与表兄弟 李渊在最后关头陷入了纠结 一方面童年记忆中 那些共同的成长经历 使得自幼就渴望亲情的李渊 很难对自己的亲表弟落井下石 但另一方面 隋王朝的衰亡 已是大煞将亲不可挽回 无论谁将继承大统 都只是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 早在李渊当上太原留守之前 起兵反随的念头 就已经在他的心中悄悄酝酿 只不过有很多事情 其实并不需要李渊亲自出马 我们在历史上一直看到 李世民在那上台下跳 结交这个人 结交那个人 给这个赔记花钱 给这些亲犯都花钱 钱哪来的 李世民当时是一个18岁的少年 他的钱只有一个来路 就是他爸爸那儿 他爸爸给他钱 让他去结交四方英雄 所以为什么说李渊深谋远虑 老谋深算 他自己方便不方便出马 绝不方便出马 让他们在外面替他活动 最后形成一股势力 他在这个势力充分成熟的情况下 再去领兵打仗 这一年的五月十五日 李渊设计杀掉了隋扬帝 派来监视自己的密探 向着图谋天下的最终目标 迈出了第一步 但此时的李渊仍然没有立刻宣布起兵 因为按照随带法制 官员外放做官 是不能带家属一同前往的 身为山西最高军政长官的李渊 他的家眷泽民 大多仍在河东老家 而此时的河东地区 仍在隋朝有效控制法 年28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源617年6月 李渊在晋阳宣布起兵 从此看起了李家父子 统一天下的王者之路 从流传上来的史料上来看 在这段征途的开始阶段 李建成与李世宁 这对年纪相差十岁的亲兄弟 彼此的关系与配合 似乎还算默契 其实开始起兵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非常情意相投 而且很多政治立场是非常一致的 作为父亲的作访 以周避出发 出发当时经过几次大战 军队不能派两个领导 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军队最讲的一元化指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一定是李建成是指挥 李世民也参与了 也去了 也算是领导人之一 可能是这样 但是真正的指挥一定是李建成 李建成是长子 是李渊的长子 李世民的哥哥 年纪也很大 所以他实际上一直充当着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在他父亲不在的时候 他是事实上的家长 进阳起兵后的第二年 起公元618年 李渊在长安正式登基称帝 见国号为唐 改元武德 曾经长期代行家长之责的 敌长子李建成 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 但李渊父子此时建立的这个政权 还远非日后威震海内的大唐王朝 隋朝灭亡后 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四分五裂 群军割据的烂摊子 此时的李唐政权 只是众多割据势力中的一员 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威胁 除此之外 随着李渊的黄袍加深 一些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 也开始在这个新生政权的内部 悄悄自掌 李渊称帝后的第二年 梁吉尔 他在家裡面罵裴濟 然後他甚至拔刀積住 把刀拔著在家裡面亂砍 然後說我一定要 早晚殺掉這個老傢伙 就殺掉裴濟 結果這話呢 就被他的一個小妾給聽見了 他就把它當作重要證據 把這個事情講給他哥哥 然後讓他哥哥 趕快到朝廷裡面去報告 說這個劉文靖要謀反 要殺宰相 你看這事不嚴重了嗎 事發之後 作為劉文靖的老上次 李世民向李渊求情 希望能看在劉文靖 輔佐起兵的功勞上 對他網開一面 值得玩味的是 史料中並沒有記載 太子李建成對此事的意見 皇上也一定會跟太子商量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對不對 這太元起兵的功臣 你現在說他謀反 這會影響很大的 那最終的結果呢 是皇帝殺掉了劉文靖 這殺了那肯定是 你看皇帝是同意殺才能殺 對不對 那裴濟是支持的 李世民是反對的 太子什麼態度 沒看見 沒看見記錄 阿威 да 那裴濟 因如此 阿威 這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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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